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9月27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周二消失已久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终于公开露面 这是他从国外回来之后的首次露面 而距离二十大还有不到三周的时间 习近平在北京参观了一个展览 展示了他过去两个任期内的国家成就 在同一天 中共中央宣布将会出版 彰显中国民族复兴的复兴文库系列书籍 体现对习近平政策目标的支持 复兴文库共有五边 其中第一至第三边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五套书的重点将体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 这也是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的 总体政策口号 习近平为复兴文库做了题为 在复兴之路上坚定前行的序言 习近平在序言中称 编撰复兴文库是中共中央的重大文化工程 这部典籍的出版对于坚定历史自信 走好中国道路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写道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关键时期 要在学好党史的基础上 学好中国近代史 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 已经干了什么 还要干什么 弄清楚过去 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 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因此他在序中强调 这套文献将有助于确定党的成就和使命 习近平已在重视党对国家历史叙事的控制 审查员定期清理党认为与其路线相矛盾的历史相关内容 最近也修改了党章 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原副主编邓玉文说 在党代会前发布如此重大的 关于党的长期政策目标的汇编 在过去的30年里没有先例 他说 以前的做法是收集领导的讲话 并在他们退休之后 编写成一套精选作品或是文选 很少看到如此巨大的出版努力 只为体现一个政策目标 习近平称 毛泽东时期为革命时期 邓小平时期为建设时期 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为改革时期 但他称他自己的时期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邓玉文指出 在中文的语境中 时代与时期具有明显的差异 前三个时期形成了一个旧时代 而习近平希望有自己的时代 具有他自己鲜明的特点 新华社报道称 复兴文库 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 精选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关的重要文献 深刻揭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 思想渊源以及文化脉络 另外面对人民币对美元跌破期的关口 中国央行本周一已经出手调高了银行远期受贿的风险准备经率 此举旨在阻止通过衍生品市场来做空人民币 但是周二人民币仍然进一步的下跌 人民币今年迄今已经下跌了11.5% 周二对美元爆7.1631 接近14年的低点 中国央行面临自2017年以来 首次直接干预和部署大量外汇储备的压力 路透社独家消息称 一位消息人士周二告诉路透社 中国央行正在要求当地银行 恢复两年前放弃的人民币定盘工具 同时央行正在敦促各银行 将所谓的密周期因素纳入每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计算 人民币定盘工具 就是指中国央行通过14家银行 对人民币报价进行调整 借此设定每日中间价 进而有效控制人民币汇率 在2020年人民币大幅升值期间 央行放弃了这项做法 让市场力量来决定人民币汇率 消息人士称 一些参与定盘报价的银行 于周二已经被要求开始纳入逆周期因素 该调整可能在未来几天进行 这14家银行是中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组织的主要成员 该组织旨在符合外汇管理规定的前提下 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进行管理维护市场秩序 而在美国方面股市不容乐观 基准指数标普500 周二跌至近两年来的最低水平 因为担心美联储超激进的政策收紧 自8月下旬以来 美联储暗示央行的首要任务是遏制高通胀 华尔街股市自8月下旬以来就一直撑压 标普把指数从1月初的高点下跌超过20% 直至6月16号的最低点 随后反弹到8月中旬 但是最终仍然耗尽了燃料 熊市反弹结束 投资策略师表示 只要美联储继续加息 市场就将继续疲软 基本面和逻辑已经几乎被抛到了窗外 人们就想知道美联储到底有多强硬 而且不仅仅是美联储 全球其他地区的大部分央行也都在加息 业内人士表示 投资者现在在寻找下一个信号 比如说通货膨胀得到抑制 劳动力市场的减弱 以及即将到来的上市企业财报季公布的业绩 今年10月7号 美国将公布就业情况报告 后一周还会有通胀报告 投资者正在如坐针毡 等待着这些数字的公布 另外在英国方面 金融市场也是损失惨重 自从英国新首相特拉斯上任以来 英国股票和债券市场 总计损失了至少5000亿美元 在特拉斯上任时 英国经济就已经面临衰退风险 特拉斯政府颁布的新财政政策 进一步引发了焦虑 导致严重的资产抛售 英镑随即跌至37年来的新低 分析师指出 人们对英国经济前景 和特拉斯政府政策方向等问题 都感到担忧 对英国的信心受到严重冲击 只有收回减税政策和减少财政开支 才有可能恢复乐观情绪 但是这一届政府仍然固执己见 尽管投资者感到不安 但是英国财政部长科沃腾 仍然誓言将加大有争议的 减税举措的力度 导致了市场的恐慌抛售 科沃腾说 还会有更多的措施出台 此前宣布的451英镑规模的减税只是一个开始 他认为新的减税计划将使英国经济实现2.5%的增速 摆脱此前低增长和加税的恶性循环 市场动荡令特拉斯和财政部长科沃腾之间的关系紧张 政府高级官员表示 两人交流的情绪发生了暴躁的情况 但是特拉斯方面回应 两人仍然是长期盟友 路透社消息 美国立法者呼吁拜登就美国对中国等国家的境外投资 发布行政令 呼吁者包括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柯宁 美国国会一直在考虑立法赋予美国政府新的权利 阻止美国对中国的数十亿美元的投资 立法者在给拜登的一封信中表示 我们的国家安全不能再等了 白宫国家安全官员哈雷尔本月早些时候说 拜登政府尚未就监管美国在华投资机制 做出最终决定 哈雷尔说 当我们将制造能力和技术知识拱手让给外国对手时 就在损害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竞争力和我们的国家安全 政府早就应该在这方面采取行动 拟议的新立法 旨在让政府对美国的投资有更多的了解 政府可以利用权利来停止这些投资或是减少风险 另外 欧盟计划对在乌克兰组织入俄公投的个人实施制裁 欧盟27个成员国正在审议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措施 并且计划针对在乌克兰四个地区组织公投的个人实施制裁 欧盟内部普遍认为 必须对俄罗斯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除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对颁布更多制裁表示怀疑 因为他与克林布林宫关系密切 欧盟外交官员透露 新的制裁方案将会包括对俄罗斯进出口实施新的禁令 扩大对俄罗斯部分商业活动的制裁 以及在公司和个人制裁名单上加入更多的名字 欧盟官员强调 欧盟不会承认俄罗斯组织的公投结果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